一個由一個的草球 搭配各式各樣的小植物 放在窗邊 有空的時候看看 真的很治愈 這個小草球又叫台玉 混合泥土和植物 以台扇包住 形成圓球 是日本江湖時代的種植方法 因為方便打理 又夠養眼 近年就在日韓台大熱 我們那些台扇 不是外國入口 全都是我們本地自己種出來的 Hoby最近就搞工作坊 教人做台玉 選用的植物 都最重要他們生長不可以這麼快 還有他們不可以曬太多的太陽 台玉的材料很簡單 只需要準備台扇 一棵小的植物 混合土和魚絲就夠了 首先將植物根部修整 用混合土包住植物的根部 手勢有點像包壽司 將它押成像個波一樣 需要一定的技巧 最難應該就是 剛才做泥的時候 你要用力去壓緊它 但又怕會弄傷上面小植物 而且壓下去的時候 會一直掉出來 那就要一直補 再在這個泥波上面包上台扇 然後用魚絲360度五花大綁 最後用清水洗走多餘的泥土 照顧製成品亦都很方便 擺在通風的環境 每天淋水保持濕潤 在窗邊曬兩小時散射光 一兩個月之後就會變得很脆弱 台玉都好像一個小星球一樣 希望更多人都會愛惜我們的地球 只要加點倡意 其實你都可以為地球添加色彩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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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